2015 KIDO 流行音樂獎頒獎典禮 好好好 我終於把布萊恩幹掉了 沒有啦 她又先去忙了 那現在呢 在這個2015 KIDO 流行音樂獎頒獎典禮的這個後台 聽說呢 有一位天后呢 她就在這個裡面 我們馬上來看看到底是哪一個天后吧 哈囉 Elva 不好意思 你好啊 嗨 那在這邊呢 今天我們要請妳跟我們這個黑戴粉的聽眾們打個招呼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Elva 欸 靈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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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呢 在今天呢 是來領我們這個最佳舞台造型 還有最受歡迎女歌手獎 恭喜啊 對 但是講到這個最佳舞台造型 因為其實剛剛我有看到妳上台領獎 然後我就一直在台下偷看妳 因為我覺得那褲子真的超美的 妳今天整個 要不要跟她介紹一下 比較是喇叭魚尾褲這樣子 那 因為這個褲子的設計師 是我自己本來就很喜歡 是 叫Ellerie這個設計師 然後她本來就有很多喇叭袖 喇叭服 然後很多喇叭褲 那剛好見秋冬的流行 就是嬉皮喇叭 跟貝米麵的東西又開始回來 所以我就想說很久沒有在褲子上做一些文章 所以自己就穿她的衣服 然後我穿Anthony的襯衫 就比較稍微女性性感 她其實有點弱影 弱性有點sexy 對 對 髮妝性跟女性的東西混合 對 而且呢 這個 在今天整個髮型也是整個一樣的風格延續下來 好 剛剛大家有注意聽到嗎 Elva說的今年秋冬流行的就是這樣子的 對 喇叭褲 今年像之前大家有的那種牛仔喇叭褲 什麼都可以拿出來開始再穿一次 再穿一次囉 而且我覺得喇叭褲就是會讓女生整個線條就變得很高挑 就覺得曲線超完美的 好 但是我還是要幫大家問一下 因為拿到我們這個最佳舞台造型獎 一定對今年夏天的這個流行趨勢很了解 有沒有什麼必備的重點要提醒 所有愛漂亮的女生的呢 重點還是喇叭褲 牛仔 丹寧的東西 今年很流行就是丹寧配在丹寧上面 那任何西裝質料的東西 是比較稍微中版 如果平常有些人不太敢穿太大喇叭 其實可以嘗試比較中喇叭的褲子 這是今年很流行的 那皮的東西還是一直很流行 那我覺得春夏最重要的就是 我剛剛有講比較西皮 所以很多流蘇啊 皮質啊 蕾絲啊 像你這樣子 肉肩加泡泡秀的啊 這種就是比較就是在 波西米亞風 可是又混西皮又帶點搖滾的東西 輕搖滾的東西 會是今年春夏很大的主題 對融合了很多元素 可是剛剛講到一個就是牛仔 大家牛仔真的很多人會不敢 不太敢做這件事對不對 其實就可以大膽的去玩 對 今天很流行同色 就是說像白色襯衫背白色的牛仔褲 或者說藍色中間 就是同樣的藍色的牛仔襯衫 牛仔背心 你可以配一樣的牛仔短褲 顏色 同色階的 那要跳色階就是 稍微比較需要 多練習一下 因為那個色階要跳得 跳得很漂亮 所以大家可以把穿衣服 當做一個練習好玩 因為我覺得穿衣 其實是穿出自己的性格跟心情 真的 就常常多試看看有沒有 有沒有趕快做好筆記 那當然在這邊呢 還有得到我們這個 最受歡迎女歌手獎 很開心齁 很開心啊 那就是很謝謝黑戴犯衫子的支持 還有所有 投票給我的歌迷朋友 然後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員 家人 朋友 其實大家支持 就是 是很棒的鼓勵 是 那我們也會繼續做好的音樂 好 那我想接下來就要問一下 阿凡那接下來還有什麼樣的計畫呢 我明年會出自己的新專輯 那現在除了籌備之外 還有自己的時尚品牌 所以就是很多事情在同時進行 那也希望當然自己可以 更加有更好 然後可以表現出更不一樣的自己給大家 好 我想大家也非常期待喔 那當然其實在今天呢 我們就要請呢 其實阿凡可以自拍一下 然後我們會這個 再請在上面簽名 然後送給我們的聽眾朋友 對 這樣嗎 都可以 你覺得那個自己最喜歡的角度 跟POSE都可以 不知道 太厲害了 是喔 好 來 那當然呢 在這邊我們要來看一下這個 成果怎麼樣 以及呢 要請ELVA在上面幫我們簽個名囉 謝謝 還是你要先看一下 它大概出來了以後 好 那在這邊呢 我們也這個 期待ELVA的新作品囉 好 謝謝你 謝謝 辛苦了 欸 你簽的位子剛剛好 對 沒有簽到臉 喔 我 只想聽你 有 電腦 電腦